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大家選擇坐在這裡 沒有去看現在票房最好的電影 也沒有去看一個非常棒的舞團所表演的藝術 各位是出自自由意志的吧 你覺得你是自己選擇要坐在這兒對不對 那這樣的行為這樣的選擇 跟早上選擇要吃燒餅油條或者是麵包吐司一樣嗎 他背後運作的機制會一樣嗎 這樣的選擇跟希特勒選擇對猶太人 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屠殺 背後的機制又一樣嗎 而那些被希特勒命令的士兵他們有選擇嗎 他們的行為是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嗎 如果我告訴各位 現在有些科學家相信 你做的一切選擇 包括今天坐在這裡 是你先天的基因組成 加上你成長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這兩股力量交互在一起 就註定了你今天要坐在這邊 而今天現在在外面曬太陽 享受這個好天氣的人 也是他們的先天基因組合 和他們成長的一切過程 也註定了他們會選擇 跟各位不一樣的方式來打發這個星期六的下午 你相信嗎 好 那麼在座我看到有一些朋友點頭 有一些朋友搖頭 我們做的一切選擇 到底是不是出於所謂的自由意志 要了解一般人怎麼想的 光是這樣一場演講 我沒辦法實際上進行一個實驗 我也不用進行這個實驗 因為有一位學者 在2005年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一個非常類似的測試 他請受試者來到實驗室 說了一個故事 大家一起想像 在2150年的未來 我們的科技已經進步到 會設計出一台電腦 他可以根據所有已知的參數 掌控宇宙中所有要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台電腦 在2150年的時候就預測 2170年的時候 有一位叫Jeremy的小男孩會出生 然後他長到25歲的時候 他會去搶銀行 首先 在座哪些朋友相信 這個情境在2150年的時候真的會發生 可不可以舉手 看起來 少數的朋友覺得2150年或是有朝一日 這個情況有機會發生 暫時我們先把我們心理的成見放在一邊 大部分朋友好像都不相信 但是先跟著這個故事 假設真的有這麼一台電腦 那麼Jeremy是被預測要去搶銀行 你認為Jeremy的行為是出於他的自由意志嗎 他要不要為自己的行為負道德責任 我們的社會要不要懲罰他搶銀行這個行為 好 那麼如同在座我看大部分人持著非常懷疑的態度 八成左右的受試者 的確認為即使電腦已經做出了一切的預測 但是Jeremy他仍然是有自由意志的 他在當時即使電腦已經說你一定會在這個時間點搶這家銀行 他還是有選擇的 所以他還是要對自己的行為負道德上的責任 這種情況不只是僅限於搶銀行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大家可能基於義憤 基於社會的公益 覺得他應該要被懲罰 其實是一個很中性的行為 如果故事裡Jeremy是2195年的時候去跑步 受試者的反應非常類似 如果Jeremy是做一件好事 他去救了一個溺水的人 受試者還是認為他還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們應該稱讚他 剛剛這樣的實驗可說是一個thought experiment 他只是讓我們知道一般人怎麼想的 但是究竟大腦裡有沒有自由意志 這就是像我這樣的認知神經科學家 非常感興趣的議題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接受我們所有的行為 包括你聽得見我的聲音 我現在手可以抬起來 這一切都是大腦在背後支持這個運作 各位翻開報章打開電視 也很輕易的可以遇見這些專有名詞 那認知神經科學家 腦科學家 現在相信透過對大腦深入的了解 我們終究可以把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 是如何由大腦來支持到可以發聲 做出一個蠻完善的解釋 也因為這樣子科技的進展和知識的累積 所以有很多新的學們應運而生 包括自由意志一個這麼抽象的概念 這麼玄虛無飄渺的一個名詞 都有科學家試著去問 在我們大腦裡自由意志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這樣的研究必須先給大家一個基礎知識 即使是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按鍵動作 都是腦中很多神經元一起運作後的結果 而神經元傳遞訊息的方式是一種電化學的反應 所以當腦中的神經元在進行電流的活動的時候 有電流過的地方附近就會產生電場 所以我們可以在受試者的頭殼上 戴上一個有點像永帽一樣的這個裝置 它其實叫腦電波儀 上面有很多非常精密的感應器 可以偵測到非常微小的電場變化 所以當我舉起手的時候 腦中好多神經元一起活化在運動皮質區 那麼這些神經元產生的電流脈衝 會在我頭殼形成一個電場變化 腦電波儀就會記錄到一個準備動作的動作準備電位 這個電位會在我實際抬手之前就被記錄到 好囉 自由意志的實驗要開始進行 各位就是我的受試者 請看著螢幕上的指鐘 這個紅點不斷的在轉動 你的作業無比的簡單 就是自由的 任意的 在你想要動手指的時候 動一下你的手指 但是你要記住 你產生動手指的意念 是在這個紅點移動到哪一個刻度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進行這樣一個實驗 我在各位的手上綁上機電圖 在你的頭上帶上腦電波儀 我會透過機電圖 測量到你實際按鍵的時間 不意外的 我一定會在你的頭殼上 運動皮質區的上方外面 記錄到你的動作準備電位 大約是在你實際按鍵前的半秒鐘 我會記錄到 但是 令科學家覺得非常驚奇的是 如果我們是先有自由意志 才決定動手 你會預期 你看到紅點轉到的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你想要動手之前吧 但是剛剛這個我投影片按太快 Give away the story 實際上我們測量到 你自己認為你想要動手的那個時間點 竟然是發生在 動作準備電位被記錄到之後 暗示著你的大腦已經準備要按鍵了 經過一小段時間 你才自己覺得說 我現在要決定按鍵了 好這樣的研究大大的挑戰 我們覺得人有自由意志這樣的想法 那是1983年的經典實驗 到了2008年的時候 John Dylan Hens教授 率領他的研究團隊 進行了一個更讓大家驚訝的實驗 他所利用的是核磁共振造影儀 你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像個太空艙一樣的儀器 想像成就是一個 可以幫身體內部照相的 一個厲害的照相機 你可以調整它的參數 讓它對大腦中的血氧濃度變化 特別敏感 所以我們腦中如果有一些區塊 在我要做一些行為的時候 然後它的活化特別的強 你就會透過這個機器 偵測到大腦這個時間點 哪些部位正在負責這樣的歷程 Dr.Hens的研究 不只是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一個震撼 因為你可以從TITLE看到 透過他的研究 透過這個腦罩引儀 他在我們真正做決定之前 就已經知道我要做什麼樣的選擇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而這樣子的新聞也出現在一般的媒體 所以社會大眾隱約好像覺得 科學家現在真厲害 已經可以在我自由意志產生之前 就知道我要做什麼事了 大腦比我們都更先知道 我們一切的想法嗎 這個實驗怎麼進行 受試者一樣要來到實驗室 躺在剛剛那一台好厲害的照相 大腦照相儀裡面 他會看到螢幕上不斷的有英文字母閃過 你的作業就是 自由的在任意時間點 決定你要按左鍵或右鍵 你真的按鍵之後出現這樣一個畫面 你要告訴我剛剛你決定要按左鍵或右鍵的時候 螢幕上閃過的是哪一個英文字母 所以透過這樣的實驗程序 你實際按鍵的時間我可以記錄下來 從你報告你剛剛產生意念的是哪一個英文字母 我也可以知道你的意念是何時產生 結果在腦中的某些區域 在你選擇你自己選你要按左鍵或右鍵前至少六秒 甚至有時候是八秒到十秒 那個大腦的活化已經預測你等一下要按左鍵或右鍵了 你以為你在實行自己的自由意志嗎 你可能只是你的大腦的傀儡而已喔 那這樣的研究當然非常的驚人 事實上我們仔細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是真的這個照相機一照 腦中就有一個區域說按左鍵按右鍵嗎 這也太像科幻小說 事實上這樣的研究都不會只按鍵一次 受試者在這整個過程中可能按了一百次的鍵 其中差不多一半是按左鍵一半是按右鍵 我們把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按鍵反應拿出來 仔細檢查一下按左鍵大腦是一個什麼狀態 按右鍵大腦又是另外一個狀態 然後呢最後剩下百分之十剛剛沒有拿來分析的資料 我們現在拿它來做預測 如果我剛剛分析按左鍵是這個狀態 按右鍵是另外一個狀態 這兩種狀態對於預測最後那百分之十的按鍵反應 是毫無預測力的話 就等於丟一個銅板 決定接下來它要按左鍵或按右鍵 那麼這樣的正確率就應該是百分之五十 結果研究發現你可以從這個圖你現在就看到 講得好像我們沒有自由意志 這個預測率也不過是百分之六十嘛 到底這個算法的這種分析方法 它正確率只有百分之六十 可以就此否定我們自由意志的存在嗎 但是無論如何 這已經是神經科學上一個相當大的突破 所以就有一些科學家宣稱 根據這樣的結果 自由意志只是你的錯覺 你覺得你在行使自由意志 一切都是物理的條件 當我們如果完整的知道所有的參數的時候 我就可以非常準確 現在的你在想什麼 明天的你會做什麼 甚至十年後的你會在哪裡 什麼叫錯覺 像這樣子一個畫面 各位有沒有在某些位置 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灰色的方塊 這是你的認知系統 視覺系統必然會帶給你的錯覺 這是一張靜止的畫面 但是你盯著它夠久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開始轉動起來 會不會自由意志也只是這樣一種錯覺呢 科學家目前還爭論不休 有的人認為在實驗室裡動手指 按左鍵按右鍵 這種選擇怎麼能夠跟我們選擇要念什麼學校 選擇要教什麼對象 這兩種選擇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但是科學家認為見為之助啊 我如果能夠用很簡單的歷程 就解釋你所有的行為 我幹嘛要訴諸一些很抽象 所無法測量的概念呢 但是實驗室中情境那麼單純 我真的很難想像我現在走在路上 我八秒前就已經決定我要往這個方向 那萬一突然有個球朝我飛過來 一切都是八秒前就決定的 我就會被球打中嗎 我們仍有應變能力啊 那更不用說目前的證據 這個可預測性大概是在百分之六十 我告訴大家科學家在爭論什麼 你現在心裡想的可能是這些關我什麼事情 科學家你們繼續在實驗室吵吧 這些與我何干 我要再講最後一個實驗 告訴大家這跟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有關 我們再請Jeremy出來當故事的主角 Jeremy跟一群朋友晚上到夜店 喝酒循環 然後他的朋友喝了幾杯酒之後 跟隔壁的客人就起了衝突 Jeremy當天晚上沒有喝酒 可是大家在一場打鬥之中 他要挺他的朋友也加入這個就是鬥歐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被對方激怒 他覺得自己有非常嚴重的憤怒無法克制 竟然出手越來越重就把對方給活活的打死了 這當然要送上法庭 那麼在法庭的各位就是法官 你知道Jeremy的狀況 他有一種無法克制的衝動 這恐怕是他的生理狀態 他的大腦有一些情緒控制的問題 而我們現在有一種治療方法 非常有效的可以幫助這個病人去管理他的情緒 而且我們也確定經過兩年治療之後 這個治療會非常有效的完全改變 他這種不能克服自己憤怒的狀況 而且他之後再回到社會 兩年之後不會對社會產生任何的危害 在這樣的故事裡 各位你是那位法官 你可以決定他要治療完後就立刻回到社會 不需服刑 或者是服刑兩年 五年 十年或終身監禁 那麼Sheriff教授跟他的同事發現 如果我在十八分鐘前問各位這個問題 你的反應可能是這樣 就像他們的受試者 讀了兩篇科學相關的文章 就像剛剛大家聽了一些跟科技有關的演講一樣 你認為他要判刑幾年呢 那群受試者選擇 大概介於五年到十年吧 因為又是出飯嘛 又是有一些生理的狀況 但是另外一群受試者 就是現在的各位 在聽完這個talk十八分鐘之後 你已經聽到了一些 你以為每個人的行為都是有自由意志 但是很多因素會共同決定你的行為 所以你現在的選擇 可能就會傾向於他對自己的行為 不必負那麼多的責任 因為他也無能為力 所以像這樣子的科學證據 當然跟我們的社會非常有關 因為你對大腦的了解 你會影響你對人性的了解 你對人性的看法 又會進一步影響 你認為這個社會制度 要怎麼設計才是公平 包括之前吸引非常多 大家熱烈討論的死刑要存貨費 如果一個人會做出這種 傷天害理到人神共憤的罪行 究竟完全是他自己的責任 還是這個社會他先天的基因 跟後天的條件 共同決定他的命運 或是共同決定他的行為呢 所以希望這樣的分享 沒有給大家任何的答案 但是會刺激你再去想 科學的法則 已經可以解釋一切的行為嗎 我們目前知道不行 但是終究是不是會做到這件事 我們人的行為 是不是只是先天跟後天 兩股力量交成之後的結果 在這中間 人到哪裡去了 人性又是什麼 腦科學 終有一天 可以完全預測 明天的我 後天的我 十年後的我 在做什麼嗎 當然回到這個大災問 人有沒有自由意志 而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不敢說答案 因為我相信這樣的追求 還會有很長的時間 但是至少在這個追求答案的過程中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會不斷影響我們 立即每天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要不要對我的行為負責任 那事實上 二十一世紀的這個大腦時代 腦科學家非常致力於做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釐清大腦跟我們所有行為各個關係 但是另外也希望發揮一個很積極的力量 是透過我們對大腦的了解 增加我們對人的認識 然後就是 追本溯源 我們都要回答 人是什麼 我是誰 我們的人性 到底是善是惡 而這些會影響到 什麼樣的社會 是我們應該要建置一個公平 所謂具有公理 而大家在裡面能夠各得其所 充分發揮 讓大腦能夠 每個大腦的主人 都能夠有一個豐富人生的 這樣一個最理想的境界 謝謝大家